乌克兰临近基辅的高速公路上 躺着一团被褐色毛毯覆盖的不明物 拍下这张照片的记者走近一看 才惊觉毛毯下堆叠了四五具女性尸体 记者描述遗体上有部分焦黑 研判是俄军企图分尸 根据美国情资 俄罗斯军队在近期从基辅撤离了三分之二的部队 其中多数返回白俄罗斯 打算重新部署到乌克兰其他地点作战 然而在俄军撤离后 乌国居民在基辅郊区一处房屋地下室 发现了18具遗体 其中一位身亡者仅有14岁 而且所有的遗体都残缺不全 乌国外长形容 这种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 只是这场战争惨剧的冰山一角 我们在俄罗斯军队和其他地方 所有的状态和犯罪 这些状态的状态是非常高 我们还没有达到所有城市和城市 这些状态的状态 我确认是俄罗斯军队会 承拒除所有的状态 但我们看到的之后 我们不能接受任何犯罪 忽略或解释 为何我提到的犯罪 不能被承拒 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妇女出面 指控俄军性侵或轮奸 乌克兰妇女受害团体表示 接到许多女性的紧急求助电话 但碍于现实考量 无法为她们提供实际帮助 欢迎新闻刘青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感谢您感谢您的观优 打赏十五caster 感谢观看